现代生活中,身边的人发生疾病,甚至是癌症的越来越多,导致现在的人对于癌症都是一种恐惧的状态。 也确实,癌症一旦发生不仅是在身体健康上面,还是在寿命上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力。 那我们到底怎么去预防呢? 其实,非常的简单,只需要大家远离一些可以治癌的食物,看看你都能够做到吗? 远离已经明确治癌的食物,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列举了明确可以治癌的物质,如烟草、酒精、槟榔、黄蛆梅素、烟草、酒精大家非常熟悉了。 即使是你在喜欢去做这些事,但也要学会控制,尤其是对于烟草,还有着全世界举办的五烟日。 可见,烟草的危害对身体健康是不可磨灭的。 另外,还有相关的研究数据表明,因为烟草会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,而烟草这些疾病死亡的年轻男性就占到了我国三分之一的比例。 所以,烟草控也很重要,而槟榔也是致癌物之一。 即使是含有槟榔成份的食物,也建议大家去少吃。 至于黄蛆梅素,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,是在告诉我们,在日常生活中,不管是什么食物发霉了,都不要你去食用。 里面很可能会含有这种毒素,从而带来致癌的危险,远离可能致癌的食物。 这类的食物是说明通过动物实验,证明有致癌的危险,但是对于人体不一定就有作用,但还是需要大家去谨慎的。 如搞油脂的食物,高盐贩的食物,经常熬夜的,但大家也不要以为吃了这些食物,肯定会一下子就致癌了。 而是癌症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,它是有多种危险因素累加在一起,最终才会诱发。 所以,首先,这就需要我们在做饭菜的时候,把困惹的技巧掌控,也就是说,少用可以有发化学成分,以及致癌物质的做法,如高盐油炸,高盐烧烤等,还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危险因素的肥胖。 同时,每天的运动也是控制体重值,以及腹部肥胖的一种有效方式,但切记要坚持下来,做好脂肢已恒的顺备。 其次,做到饮食营养均衡,这样可以让机体更好地去运作,减少因为营养成分的缺乏导致一些避震。 最后,在作息规律上,要下下公布了,在保证自己的睡眠时间上,做好睡眠质量的提高,这样对于体体的免疫力系统,会有很好的帮助。 如果你每天都能做到以上这两个提高的点,那么在预防癌症上面,也会多了一层保护膜,快行动起来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